欢迎来到梦幻厨房在我家 我是瑞玲Vivian 今天这个呢不跟大家分享食谱 今天要来给大家开箱一个大家店 冰箱 一个人一生当中呢 难得有买冰箱的机会 那Vivian特别开箱介绍 这次入手的冰箱 就是这台LG敲敲看门中门冰箱 既然是开箱门呢 就要把优缺点都分享给大家了 首先呢要先分享两个 不推荐这台冰箱的理由 第一个不推荐的理由呢 就是因为这台冰箱呢 敲敲看敲两下变透明的功能 真的太好玩太有趣了 所以呢就会造成全家人 疯狂的来敲冰箱 上到我们家老爷 下到小朋友 包括我自己 甚至是来我家的这个亲朋好友 只要经过这个冰箱旁边 就忍不住的想要来敲冰箱 然后甚至是疯狂的来敲冰箱 感觉这个冰箱呢 好像在不停的召唤我们说 来敲我来敲我来敲我 真的非常的恐怖 第二个不推荐这台冰箱的理由呢 就是因为这台冰箱的容量真的很大 而且呢 这台冰箱的保鲜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呢就会造成嘱咐 不小心就开始囤货了 那大家都知道囤货不是好习惯吗 因为这个去大卖场或是Costco 以前Vivian去的时候就会想说 啊 家里冰箱可能不够空间放 可是自从入手的这台冰箱之后呢 就会忍不住想说 诶我家好像冰箱还有空间呢 就会不自觉的开始买更多 然后就开始囤货了 囤货的习惯真的很堂 讲完它的缺点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谈谈它的优点哦 其实它的缺点就是它的优点 Vivian当初呢会入手这台冰箱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 敲敲盖敲两下变透明的这个功能哦 有一个这个数据报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关于一个人一天当中 会开几次冰箱门 大家来猜猜看 好我直接公布答案哦 一个人一天当中会开32次的冰箱门 我们全家总共有5个人 换算起来就是160次 全家一天要开160次的冰箱门 其实这个数据真的很恐怖 那表示呢 这个一直常开常关的 这个冰箱的冷流就会流失 然后就会让这个冰箱的温度忽高忽低 那忽高忽低就会造成 这个压缩机必须要再次的启动啦 除了更浪费电以外呢 还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 因为忽高忽低温度不稳定 就会造成食材的这个保鲜呢 不是很好 所以呢 真的不很建议大家呢 常常开关这个冰箱啊 那为什么这台冰箱 我觉得是很吸引我的地方 最主要就是 因为它可以再透过 我们先敲这个冰箱门 然后来看到里面的东西 先确定好 锁定好我们要拿的目标 然后直接开门 快速的拿完就关门 就会省下很多时间在翻找食材 然后也不会浪费电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棒 LG 敲敲看门中门的透明窗门呢 可以将食材分层管理 将常用的食材呢 放在第一层外层的门里 我手边有很多的酱料 是没有放防补剂的 一斤开封就必须放冰箱冷藏 我习惯把一些常用的酱料 或是当天要煮的食材 放在透明窗门中 可以减少烹调需要一只翻找食材 酱料的问题 还有平常小朋友常喝的饮料 或是优格乳品之类的 都很适合放在第一层外层的玻璃门当中哦 然后因为不常乱开冰箱 温度稳定 食材放门边呢 也不容易因为温差太大而坏掉 像我之前的冰箱呢 如果把自制的酱料放门边 常常很快就坏掉了 第二个很吸引我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过滤系统 可以除臭除味杀菌 这个先进过滤系统呢 是透过四道的过滤网 然后运用光触煤来杀菌 像冰味道比较重的食材啦 拿出来后呢 冰箱内的味道很快就可以被过滤掉咯 滤网的部分呢 是终身不用更换的 等于是免耗材 这点我很喜欢 再来就是这个魔术保鲜盖咯 它是蔬果室上方一整片的 上面是特殊的蜂窝格子状设计 蔬果当中呢 如果有过多的水分 水分会被keep在蜂窝格子里 水分变水气 可以维持里面的湿度平衡 这边有个蔬果湿度平衡装置 可以依据放的是蔬菜或水果来调整 像叶菜类跟水果的保鲜湿度是不一样的哦 一般来说蔬菜的叶子呢 会需要比较高的湿度 才不会冰到干掉 调整到蔬菜湿度后呢 就会维持最适合叶菜保存的湿度 像这个番茄哦 买回来已经两三天了 外表看起来呢 还是非常的新鲜饱满 如果是水果 湿度过高容易发霉腐烂 像是草莓啦 水蜜桃啦这类的水果 不放冰箱会过熟 放冰箱呢又怕湿度过高烂掉 这个湿度平衡装置 就很适合保存这类娇贵的水果 像这个芭拉哦 以前直接放冰箱呢 表面就会很容易干干皱皱的 现在放在这个树果保鲜室里面 整个保鲜度保水度 非常的不错哦 这个芭拉呢我已经放了4天左右 看起来还很新鲜 这台冰箱就算不在家时 也可以透过智慧型手机 下载一个APP 对冰箱进行控制跟诊断哦 透过手机设置冰箱的温度 控制过滤系统 就可以诊断冰箱的问题 这个冰箱有压缩机10年保固 冰箱食材归纳管理的部分呢 这个是我个人冰箱使用归纳整理的方式哦 那每一个人可以依照自己的使用习惯来做安排 冷藏室的部分呢我通常会把常常需要使用 或者是保存起不是很长的食材食品 或是开封的酱料放在门中门后方的区域 像是蜜红豆乳牛肉 吃不完的咖喱酱 或是意大利肉酱之类的 还有小朋友很爱吃的糖心蛋啦 或者是台式肉灶 多做一些就会放到这个区域 另外像是特殊的香菜哦 我习惯放在保鲜盒当中泡清水 记得呢每天要更换一次清水哦 它可以活在这个冰箱的保鲜盒里 每天换水至少可以放半个月 另外像是青葱哦 也可以放在瓶子或是牛奶纸盒 直立在冰箱里面 它可以在低温当中活一段的时间 只要在根部泡一点点的清水 料理需要的时候呢 直接减需要的量就可以了 根线摘的没有什么两样 真的很方便 关于冷冻室的部分呢 其实很多食材呢 Vivian都习惯放在冷冻室里面保存 可以较长时间 而且水分保湿度可以最好 像是酵母类 或是各式的面粉淀粉 这个是自己压的亚麻仁油哦 因为比较难保存 也要放冷冻 放冷冻一年半载不是问题 另外像是比较喜欢的紫米哦 有时候会买比较大量 也是放在冷冻保存期可以最长 另外像是一些有机的中药材 我也习惯放冷冻室保存 干货的部分也是放冷冻 像是珍珠贝啊干贝 另外像是这个韩国辣椒粉 我常做韩式料理 开封以后很容易发黑 颜色会变得不好看 一定要放冷冻室 保存期可以延长很多 另外像是芋头哦 冬天特别好吃 我会在对的季节多买一些处理好冷冻起来 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做蜜芋头或是芋泥哦 另外像是小西点啦生日蛋糕 如果没有吃完呢 最好的保存方式就是放入蜜蜂保鲜盒里 放冷冻室 需要的时候只需要拿出来退冰一下 大概10分15分钟 就会恢复到原来的口感咯 下次如果有没有吃完的生日蛋糕不妨试试看 再来就是中式的点心类哦 像是自己做的包子馒头啦 或是自己包的水饺哦 甚至自己做的面条 我都习惯放冷冻室保存 这个馒头呢不用退冰哦 直接用压力电子锅蒸个10分钟 口感就非常非常松软了 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面粉类 有些有机的面粉哦 我习惯多买一些备在冰箱当中 那放冷冻呢 大概可以保存两年的时间 另外遇到比较喜欢的米种了 特价期间也会多买一些放冷冻保存 刚刚有提到干货类哦 像是这个一般的虾米啦 或是樱花虾 甚至是干香菇花菇 我也是习惯放在冷冻室 我觉得保存时间可以长很多 而且新鲜度可以维持得很好 这就是今天的介绍哦 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 这些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生活分享毫无推荐 欢迎加入我的IG跟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这些影片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